春节期间大家放假出去玩 不过辛苦的锦销人员却得占守岗位 市议员张耿辉连续11年自掏腰包 在春节前夕买水果 亲自慰问辛苦的不休假人员 连续11年在春节前夕 市议员张耿辉都自掏腰包 慰绕辛苦不休假人员 海行 宝山 后子部 我们三分级所属的单位 还有环保班 清洁班 还有公车班 及我们夜间的新手队 重点是说每逢佳节的话 我们都要感恩 感念一些牺牲假期 再为我们坚守岗位的 包括我刚才说的几个单位 所以说特别 服务处特别 我个人特别知道要不要 也联系11年的 来给他们表达民意的质疑 仅三分之一感谢张耿辉的关心 同时也提醒市民朋友 春节期间钱财不露白 确保安全 我们感谢张耿辉张议员 联系11年多来 就是对地方非常的照顾 提领金额 大家过年期间 比较提领金额 这个钱财的一种不露白 大家高兴欢欢喜喜的过年 警方提醒民众出门旅游 门窗要关好 若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110 请求警方协助巡逻 市议员张耿辉连续11年 连跑27个单位 提前向执勤人员贺杰 表达感激之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